那些金牌的比賽場面 左看右看快速偷吃葡萄 大陸跳水金牌全紅餐 跟隨奧運代表團訪問香港 被捕捉到私下俏皮一面 人氣爆棚的他 還征服了香港特首李家超 同樣變身粉絲的 還有澳門新賭王呂志和 奧運團抵達尖沙嘴下榻飯店時 95歲高齡的他 已經在大廳恭候 興奮和運動員握手 兩人之後跟精少年對打 不是用乒乓球拍 是用鑼蓋和盤 鐵盤再變國產 還能連接幾球 全場驚呼連連 桌球名將馬龍和樊振東 訪問香港大手球季 馬龍還親自向六名年輕人 送上親筆簽名的桌球球拍 大陸舉重金牌李文文 等運動員和香港官員 青年舉行拉車活動 看誰先把小飛機貨車 拉到舞台前方 波衣是馬龍的 然後可能頭鞋是黃彩鞋的 我想他們注意到我多一點 大陸奧運代表團防港 希望能夠帶動香港民眾 運動熱潮 TVBS新聞莊奇緣蔡宜潔綜合報導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